大家好,我是铁布山 这一期我们来看一下房轩陵的墓 眼前这个墓就是房轩陵的墓 位于九宗山昭陵的山脚下 让我们走进来了解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石碑 是这两年所立 看来房轩陵这个墓这两年有所修缮 石碑的样式完全遵照唐朝的风格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房轩陵 唐出政治家宰相 林燕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与杜如慧合称为房谋斗段 他是李世民的得力谋士之一 探议了我们熟悉的玄武门之变 与杜如慧等五人并功第一 李世民继位后发行令为中书令 负责宗理朝政 后来封为梁国公 六四八年病逝 追赠太尉 四号文昭 配享太宗妙庭 房轩陵追随李世民 平定天下 出入生死 备偿创国立业之艰辛 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 景中长明 历届教舍淫逸 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重视立志 认为立志问题是求治的根本 而官吏的公平正直 又是治国的要道 房轩陵精简官吏的做法 对经随莫大乱 人口锐简的出唐来说 既采取荣官烂职 避免十阳九幕 提高了朝廷各部门办事效率 同时也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 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综合来说 他就是一代名相吧 非常的有能力 他任宰相十五年 女儿为韩王妃 儿子房一爱 娶了高阳公主 极为显贵 但是他又非常的谦和 非常的低调 身冠二十二年 房轩陵病重 李世民派名医为其诊治 每日还提供御膳 并亲自探望 但终究还是病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